在各家企业财报的激励之下 欧美股市上周表现相对镇定 然而投资人接下来 恐怕将面临市场更多的震荡波动 尤其美国部分银行倒闭危机 似乎还没有完全止息 受到矽谷银行倒闭影响 第一共和银行今年前三个月 就流失了1000亿美元存款 银行股价更在今年累计下跌近一倍 现在传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准备出售第一共和银行 包括摩根大通、PNC金融服务集团等 都有意出价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收购结果原本计划在4月30日晚间宣布 不过显然过程不太顺利 第一共和银行存款大失血 加上股价崩跌 再度激起市场对银行体系的疑虑 彭博社边引述专家看法指出 种种迹象都显示 美国银行债务紧缩迫在眉睫 包括放款萎缩、违约增加、消费者贷款 呆账准备金大增、还有货币供给量减少 而且全球企业主管在法说会上 谈论信用的次数更达到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高 信用市场的不确定性似乎正在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 投资人除了关注银行业的潜在隐忧之外 这周还有联准会的重头戏即将登场 美国联准会计划在这周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尽管已经大幅压制物价上涨趋势 但目前的通膨率人员高于2%的目标 而经济学家普遍预测 联准会在这周的会议将会是这波紧缩周期的最后一次升息 预料欧洲各国央行也将跟进 华语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